第一个的话,我先点一下断面混层,然后它会出现说,以断面混层顺序选取断面 所以我就选这个断面,然后两个断面,然后三个断面 选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就通通怎么样了,帮我把这断面变成一个3D的实体 那你当然可以切换成别的模式,去看,去观看 但是呢,特别注意就是说,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还蛮消耗那个CPU的资源 所以它跑的稍微慢一些些 OK,那请各位先试着看能不能把这个三个断面画出来 那这三个断面呢,特别注意,它们是在不一样的面上面画一条线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们要去思考一下,我怎么样可以在不一样的面上面画 不一样的面上面画,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以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好了,等一下我这个方法 第一个我们当然先,如果你切换到上次角,它会叠在一起 所以你这地方的话,就是直接先画一条线 直接在东南等角,特别注意一下是不是在世界的UCS上面 OK,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画一条线,这条线你就往垂直方向,就是Z轴方向 输入60就可以了 那60之后的话呢,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直接在这边画个圆,画三个圆就好了 因为呢,上面呢,底下这个是10 然后呢,再重复按右键重复画圆,你看终点这边有没有,这条线的终点画多少 20 那上面这个也是画一个圆,20 那这两个圆实际上是辅助圆 那你会想说,那上面这个是矩形 那实际上矩形也是多边形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从这边找到多边形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他问你数量,那你就输入六个 Enter之后的话,然后呢,中心点也是一样这个中点 特别注意,那这个地方选择内阶语言 然后直接怎么样呢,拉出来到一个端点 或者一个焦点,或者是你就拉到那个四分点也可以 OK,那再重复一下多边形 OK,那边,一边 OK,那边